健身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望远健身房 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长者运动的身影 背上杠铃深蹲看起来丝毫不费力 举起雅铃弯举也完全没问题 例如这位手持十几公斤的雅铃 人面不改色的黄先生 就是已经保有四年健身习惯的高龄长者 随着年龄增长 肌肉量与骨质密度也会慢慢的流失 因此长者更需要靠运动 来维持身体健康 然而长者与年轻人不同 在运动的选择及执行上 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两个项目安全跟有效 他们受伤不像年轻人 很快就可以恢复 受伤后也有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有效性的话就针对长辈 他们所缺乏的运动项目 去做逐步的强化 现在更有为长者打造的健身房 与年轻人区隔开来 能让他们更自在地 与年龄相仿的人一起运动 流汗就感觉很快乐 精神也好很多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来上课 然而要维持肌肉量 并不是单单靠健身就好 运动后的饮食 是长出新肌肉的重要关键 除了运动之外 健身后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选择 该怎么吃才是最好的呢 让我们听听营养师怎么说 只要平时能注意 每一餐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再搭配上健身习惯 就算是长者也能保有年轻的身体 记者 彭玉祥 董子诚 采访报道